大家就会问说 那我到医院里面去开 这个降胆固醇的药 跟你吃现在的这个红麴 那差别在哪里 我今天就把这重点讲出来 第一个差别是 在医院所开的降血脂的这个药 是纯物质 所以纯物质是 它就是类似 Molacolin-K的这种结构 类似 它不完全一样 为什么它不完全一样呢 因为我们在制药工业里面 虽然我们已经发现 红麴里面含有很多的 降胆固醇的这个成分 但是我们最后呢 有改变它的结构 所以因此呢 我们这个纯物质呢 它降胆固醇的能力呢 更准确度呢 要略高于这个红麴 要略高于它 不过但是呢 一颗药里面它都是纯物质 可是如果你吃这个红麴呢 它不一样了 它不只是只有 这个降胆固醇的 这个Molacolin-K这个东西 刚刚我们潘子明潘老师讲过 它有一堆的营养成分 对 它有一大堆 比如说包括它刚刚特别提到的 它可能还可以调控血糖 它可能还可以调控血压 它甚至它还有很多的 植物固醇 它可以帮你合成一些 身体里面需要的荷尔蒙 甚至还有抗疲劳 抗氧化 甚至它可能还有防癌 所以因此在天然食物里面 所吃到的东西 它不再是一个纯物质 它是一堆东西 所以简单讲 它各有擅长 在医院开的降胆固醇的药 它的效果非常的准确 而且它效果非常的显著 医生控管它 非常的好控管 但是你如果吃红旗浇药的时候 它也可以降胆固醇 但它那个效用 不像西药那么准确 可是它却是 有非常多的周边的好处 所以我们也希望 这个西医师以后呢 也能够open minded一点 能够去了解民众的需求 然后用现代的医医学的方法 来帮它做监控